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 星期四日 亦是端午節 祝各位網友端午節快樂 不知道各位網友今天會否吃一隻種認下節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據報昨晚太古城中心炒扶手電梯發出巨響 現場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零便箱港鐵近來就要檢討維修時間的問題 在研究能否移動早尾班車 和延遲開頭班車來換取維修時間 若然移動的話又會移動多久 有相關的報道價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太古城中心炒扶手電梯發出巨響 梯級翻起 插入底部 報導的內文提到 昨晚約9時10分太古城中心一條由地庫超市 前往地下扶手電梯發生意外 HK01接獲讀者報料 指示法時扶手電梯發出一聲巨響 之後扶手電梯入口位置 有梯級翻起 插入底部 據讀者表示 幸好事發的時間人流不多 沒有人在扶手電梯上 附近的保安員見狀 亦隨即是難截圖人 隨後亦有機電工程處人員到場處理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幸好當時相關扶手梯上沒有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據報發生事故時 曾經發出巨響 梯級翻起 插入底部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 港鐵表示要檢討維修 研究提早尾班車換施工時間 有議員說要早下班一小時 報道的內文提到 港鐵陸續有多個工程項目上馬 有部份在現有鐵路線加設新站 港鐵在6月21日公布 鐵路資產管理及維修保養制度的專家檢討報告 當中提到現有的黃金兩小時的維修保養時間不足 建議提早收車或延後開出的頭班車 另外因應人手短缺 港鐵研究引入外勞 對於提早收車的建議 曾經在港鐵任職的立法會議員張恩宇就認為 並非所有鐵路線的維修時間都不足 但部分有新工程的線路就有需要增加工程時間 否則或許會令到工程延誤 他就說假如調整班車就不止提早10分鐘收車那麼簡單 隨時要提早1小時 他認為由於深夜時間 客量少 只要港鐵提供足夠的接駁巴士都可以滿足需求 至於引入外勞 將恩宇就認為前線維修職員都未必適合 因為鐵路工作不容許犯大錯 如溝通上有問題 就可能產生嚴重後果 港鐵工會同樣指鐵路行業涉及專業知識 技術未必是外勞可以勝任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港鐵就放風 就打算提早收車 晚上的尾班車可能退早 早上的頭班車又押後 首先說 若然早上的頭班車押後 相信對不少打工仔 尤其是跨區工作的打工仔影響甚大 令B商若然尾班車收早 又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加恩港鐵就說現在不夠時間維修 若然真的退早 有議員就說有機會要退早一個小時 說到尾班車退早一個小時 又或者是頭班車押後的時間 這個倡議大家怎樣看 不妨劉過言一起說說 另外亦提醒各位路友記 近期本港有腸胃炎爆發的個案跡象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本港腸胃炎爆發個案增加 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報導的內容提到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指 本港急性腸胃炎的活躍程度 近日有所上升 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預防感染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大家 腸胃炎的個案突然在香港爆發 越來越多宗的個案就說有腸胃炎的情況 未知因由 不過說有機會就是 急性腸胃炎是有機會人傳人 或者環境污染引致 亦都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個案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尤其是這段時間的確有數據反映是不尋常的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上星期六紅色暴雨期間 西貢西灣村塌山泥 消防員墮進引水道受傷 一度不省人事 報導的內容提到 上星期六 6月17號本港受到狂風雷暴吹襲 下午曾經一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當日西貢西灣村發生山泥傾瀉 一名消防員到場增門期間 失足跌落引水道受傷 一度不省人事 消防署表示 該名消防員經救治後 回復清醒 已經出院 西貢村塌山泥的部分路面 目前仍然遺風 前村長黎先生憶述 當時一踩入泥漿 就陷至空口深道 幸好拉住路邊的足智脫險 其後消防人員和警員到場 村民和遊客合力剷路和搬石 最終成功有約半條道路清空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首先是辛苦消防員 當時紅色暴雨警告 消防員入村 誰知道跌落引水道 曾經撞傷頭 一度不省人事 消防署其後報平安 就說那位消防員已經出院 不過據前村長說 當時山泥傾瀉的情況很嚴重 一踩入泥漿 那些泥漿是去到空口深度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元朗狗狗遭到獨留 反鎖露台 缺水缺糧 情況惡劣 警方拘捕了男女護主 報道的內文看到 元朗上浩亭疑似有住戶 離港後獨留狗狗在家多日 狗狗遭到反鎖 在滿布污漬露台 連日哀鳴 獲鄰居發現報警 在6月21日下午 由消防人員破門移入 狗狗交給外協人員帶走 警方晚上表示 在天鑫尼區 逮捕了涉案單位一對夫婦 涉嫌殘酷對待動物 驗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基本上都離譜了 之前說樓上有住戶發現這件事 報警通知管理署 警方到場了解 其後那個人正回來了 其後發現不對勁 警方不斷聯絡男女護主 兩人都不在香港 結果在消防破門 救了狗狗 其後 很奇怪 這個男女護主 有天鑫尼區出現 被捕 現證被扣留調查 另外也說說這件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侍應輸入外勞 話說兩子之母 找遍20間餐廳才找到兼職 這位兩子之母阿珍擔憂 加上愛勞過後更難找到工作 報導的論文提到 基層婦女因為沒有人代為照顧年幼子女 找工作一直不容易 港府宣布容許收銀 適應等26個非技術 低技術的職位輸入外勞 有兩子之母擔心 連僅餘的半日兼職都難以保住 43歲的阿珍今年3月 趁著孩子轉回全日上課 開始找工作 但走遍20間餐廳才找到適應一職 自知求職艱難 和工作時間也難以配合照顧小孩的他 得適適應未來 都可能輸入外勞 蓋攤、僱主未來有更多選擇 不一定再聘請他這種父女 日後求職難上艱難地說 以上至於UHK01的報道 說接下來輸入外勞 侍應也有外勞 收銀員也有外勞 結果老實說 有本地的婦女很努力去找工作 有時候真的巧合 那間餐廳的時間配合到婦女 又可以照顧小孩才能聘請她做半日 不過日後若然可以輸入外勞 好像這類阿珍的個案 又容易找到工作 這些情況高官知不知 最新的情況仍有待政府進一步披露資料 現在只知道可以請外勞 說到要本地的勞工優先 怎樣做又沒有人說 怎樣能夠實踐本地的勞工優先 所以相關的兼職員工 侍應等等難怪他們都會非常不安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